最近一个多月 很多人不同程度的陷入到了 这个风控的焦虑当中 这个风控对生活最大的影响 当然是吃了 所以大家对吃的问题呢 这个感受颇深 第二就是核酸检测 不停的核酸检测 大家也是觉得这个身心疲惫 那其实这几幅照片对比 让人感受到上海 在这一次疫情抗击当中的一些心情的变化 你看这幅照片对比 就是从冬天做到春天 从枯树枝做到了绿叶满满 而东方明珠 这个陆家嘴一带的风采 从钢筋水泥变成想象当中的食物 这个特别是莴笋 这个莴笋 这个西红柿 这个洋葱 这些几大件土豆 这都是疫情期间的这个标配食品 其实我们看着这些的时候 感觉是有苦处 但是温暖也从心而起 乐观的精神也鼓舞我们 在不久的将来迎来解封的那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